孙玉峰你来这里找谁呀 我要讲肥马去找艾米 你看来美女这了 这是拿给上海大爷的 上海大爷 祝他身身俐俐 身体健康万事有益 好的我们把这个钱就放到那个金山电脑那里 他是拿给上海同校会会长一起收集起来 好了现在开始跳 跳 哎呀没事可以 来吧你们两个一起跳 我再告诉你 我现在不告诉你 你等苏星空走了我告诉你 这次有些话很敏感 他要出去 大姨妈 不是 等一下你拍着我给人家亲到了也不好 下次我微信告诉你 你不能跳大姨 等一下你不要给苏星空看 苏星空等下笑死了 你还这么保密 等一下我把他我不发给你 我就是这样子告诉你 告诉我你不跳小姨妈的原因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能 男的都不能知道是不是 不好意思嘛 我知道了 哎呀我都笑死了 这不是理由 你看我衣服也好肥 你跳一个看不出来 你跳一个会有很多人过来讲肥 男的都会过来讲肥 我在家里都是美派 你真的不会 1号呢 你真的不知道财富密码是怎么写的 我属狗的吧 你属狗的 是 属狗的这个 八一 八一年的 他八一年的 二年了 二年了 完了完了 暴露年龄了 实实了 啊哈哈哈哈 我问了他一百年 他都不承认自己的年纪 今天暴露了暴露了暴露了 人家也可能剪到十二年啊 暴露了 哎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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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小孩的照片在这里贴着的 哎呀八一年的 你八二年的吧 八二年吗 八二年 八一年熟鸡的嘛 我姐姐熟鸡的 八二年 你看年龄终于暴露了 哈哈 这个视频一拍出来 人家都知道你多大了 没事啊 会不会掉粉呢 不会不会 怎么会掉粉呢 你被他拍这么好 你帮我弄一下美派呢 他眼睛长那么好看 怎么会掉粉呢 现在传世界 我不剪掉的哦 我不是说 我那个传世界的年纪 用美派要有什么关系 漂亮一点是对人家一种壮重嘛 那你丑丑的 人家看见 哎呀都不想看了 对 我也是 长期用美洋 我已经活在美洋里面 不能自拔了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苏星凤 就不喜欢跟我们用美洋相机拍 没有没有没有 他后期家 你知道吧 他都很帅了 他美洋 他不像他了 就是好像皮肤 对 对 那点像那个小白脸呢 对 像小白脸 不像男的 我之前试过一起 他们讲 就是加美洋 我加美洋 那天我跟那个人聊天吧 他说你加美洋 他敢 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男人拍视频加美洋 对 对 别人 会觉得就感觉很怪 没有洋刚 这爷们嘛 就像个爷们样子嘛 你最近视频拍的怎么样吗 涨粉没有吗 现在 我跟你说 看一下 他已经 现在有330个定律 他是我 我跟你说 那你还没有收入啊 要1000才有收入啊 我跟你说 因为那是爷爷 他专门讲自己 生活的 有些爷爷 好像你这样 中文是拍街上的 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拍街上啊 但是拍生活的 我家里亲戚他不喜欢 上次他说 我就把它删掉了 你聊生活的 现在外面的治安也不好 你不可以聊的 等下说跟踪你啊 哎呦 哎呦 是不是 上次好像亲戚吃饭 然后我在拍 像那个 我就拍那个菜 没拍他 我姑娘说 不要发什么啊 我说 我拍菜的吧 你不给我发菜的话 我下次不来 你不要叫我来 然后我就叫你顶他 我姑父 他就说 没事没事 啊拍菜的 拍菜的 可以拍 可以发 哇这么难啊 你看拍的视频 大家知道多不容易 减肥群啊 那些人可以比赛啊 可以奖励给他 我有主机减肥群啊 你看 你的顾客也没有愿意上镜的嘛 他来说几句嘛 他们不让拍视频哈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很多人不是 也不让你拍的 每三句就有一句是讲的 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哈 你看 每天就画素嘛 这是真花吗 真花 我这年也是十五嘛 我初一十五而已 拜一下神 你拜的哪个神 我关于胡桑嘛 你不是只姓才是吗 找贵神 抬神 还有赶小人 你有小人吗 哎呀 这好多人都有的了 这是凡是 有女人的地方 就是有小人 多了 这是桃花呀 对啊 你这样你 你不怕换桃花呀 怎么会换头发 你搞这么多桃花在这里 这是桃花 这是做生意 就是事业 就是桃花 就是让那些生意好 好运 这个会长桃子吗 好 不会长桃子 就是有女人的地方 就是有 有四杯吧 就是你好啊 眼睛也会肚子你啊 哦 就是你很成功 人家也会整理啊 各韩国业中有的 人家就是有妒忌机心 那是你的顾客吗 不是哈 隔壁的 嗯 哈人机心也不可以哦 嗯 一定要 我也是很防人家的 我教你的粗量 你先讲 那轮流讲一句 你先讲一句行 你看 那我讲一句行 我以前好多人追我啊 我也是啊 有一个人有两栋楼 我都不喜欢 那时候 我一开始问人说 我要选帅哥 那些人 那样子 觉得他 长得不是很好看 我都不喜欢 不问他有没有钱啊 我觉得这个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如果那个脸丑丑的 真的是过不了一纸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以前怎么说 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相亲 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很怕羞 那种感觉啊 呃 不敢看对方 还是怎么样 你身上脸会红的 昨天有个客人 他说 他也是相亲的 他在美国相亲的 他老公是开骰衣笼啊 这是洗衣店 洗衣店 他不用做工啊 他说以前在美国有做工啊 他是不做人来的 他可能长得像他这样子 他都不用做工 他说昨天情人姐老公给他五千块 你看他多幸福 哇 每个人不一样啊 人家是命运是注定的 那你老公是相亲相来的 还是怎么样 肯定相亲来的 我妈妈也喜欢我叫国外 为什么呢 他觉得外面的生活调性好一点呢 是不是 香港也不错 而且教育也好啊 你看小孩子 才四岁都已经 全部都会讲英文了 但是我没想过来美国的 我也不喜欢英文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美国 就好像是天中队一样 还来了纽约 咱们华人的首都法拉盛 还看到你们呢 你还 你说是不是缘分 你还是没讲清楚你的初恋 这是 刚 这个 这个